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世界爆 好看来爆爆 那我们是今天的主播 我是安安 我是欣欣 那么在台湾呢,外食族的人非常的多 那不少商家呢,他们为了美味 都会在饭里面或者是在饭里面 而是食物里面额外增添糖来增加风味哦 再加上台湾人多以饭、面等碳水化合物为主食 容易有餐后血糖标高 增加糖尿病等生活习惯病的风险问题 那日本医学博士呢,就指出 海苔的生食纤维非常的丰富 比等重的高丽菜高出非常的多 那配饭吃呢,还可能移至餐后血糖 甚至还可以预防生活习惯病哦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报导 现代人都很注重养生 尤其是在吃的部分 就有业者呢,花特别花了四年的时间 从原料取得到生产线的控管 都非常的严格把关 制作出了游基海苔 要让民众吃得比较安心 另外呢,他们也发挥了巧思 制作了造型海苔 希望可以获得小朋友的青睐 将从韩国引进的有机海苔原料 放进机器后进行加温烘烤 整片整片的海苔紧接着要进行调味 完成的海苔透过全自动设备进行切割 有小片桩也有整合的 装强之后就能出货 这看似简单的制作流程 其实可是要经过严格的认证 台湾唯一的有机海苔 不光是环境条件 原料还是经过400多种农药 以及重金属检测过关 目的就是要让民众吃得安心 不仅替民众做好把关 更透过创意要让大小朋友 在享用海苔时更有愉快的感觉 目标是要让小孩子 吃到这个海苔的时候 有造型的时候 会带来欢乐的一种方式 现代人对吃是越来越讲究 尽管只是这一小小片的海苔 业者也不敢马虎 在兼具美味与健康的理念下 要掳获民众的心 民事新闻洪明生 屏东报道 日本食品医学研究所所长表示 海苔的铁子是菠菜的六倍 而维生素B1又是猪肝的两倍之多 同时具备良好的消除疲劳效果 而内含的三个鲜味成分 鸡肝酸 富安酸 鸟肝酸 则能增加食物的风味 减少盐分摄取 间接帮助降低血压 此外呢 海苔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 C 钙 维生素B群 铭 蛋白质等营养 在海苔诸多功效中最瞩目的是海苔能够降低餐后血糖的效果 因为海苔的膳食纤维含量非常丰富 一小片大约三克的海苔就大约等于六十克的高粒菜的膳食纤维含量 而充足的膳食纤维就可能帮助预防餐后血糖飙高 那许多研究呢都指出用餐的食摄取充足的膳食纤维能够减慢食物从胃移动到小肠的速度 减缓小肠吸收消化 因此有助于防止血它迅速飙升 是的 所以我们不要再说海苔它是零食啦 那么下段节目呢 我们就继续告诉你海苔还有哪些神奇的功效哦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健康世界报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如果你有想要询问我们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 欢迎扫描QR Code或者是在影片下方告知我们哦